好的 沒有錯 其實在今天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尤其是在北部 還有包括像是到宜蘭 很多觀眾朋友 明顯都感覺到走在外頭 外頭的天氣都是一個陰天 而且都有在下雨的情形 要提醒大家 在今天晚上開始 受到了環圍環流雲系 逐漸靠近影響之下 整個的雨勢 還是會持續的再增長下去 我們先透過 這樣的一個大範圍的衛星圖 先帶大家來看 為什麼我們會說台美颱風 雖然它沒有直接的 直撲影響到台灣 但是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主要就是因為你現在看到 颱風的中心 目前持續的是在菲律賓的位置 持續要往呂宋島方向前進 到今天晚上的時候 就會登陸到菲律賓的呂宋島 但是除了颱風的中心以外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邊 整個外圍的環流 它是相當的寬廣 也因此像這樣一個寬廣的雲系 預計在今天的晚上 就會逐步的到了台灣的附近 因為像這樣一個雲系 帶來的東南風 再加上這幾天其實是吹起的 比較強勁的東北風 這兩股風的結合之下 恐怕就會在這個包括北部 以及包括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 是會出現這所謂的共辦效應 如果一旦出現 像這樣一個共辦效應的情況之下 包括了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要特別留意 都是會有比較劇烈的強降雨 而且這樣的雨 是會持續下下去的 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這個路徑接下來 它影響台灣的時間點 又會是如何 我們進一步帶大家來看 從影響持續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現在颱風的位置 它是在這個地方 持續的在今天的晚上 就會登附到菲律賓的旅宋島 尤其在明天的清晨 大概5點的時候 將會是整個台美颱風 距離台灣最近的時間點 當它來到這邊的時候 它的外圍環流雲系 就會逐步的開始都是影響到台灣 所以我們會說 禮拜四的這一整天 包括了像是在北部跟東半部 將會是影響最為劇烈的時候 隨著颱風逐漸的再慢慢走遠 到了禮拜五進入到南海之後 禮拜六就會開始遠離到台灣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從一週的一個 仗雨趨勢帶大家進一步來看 從仗雨趨勢來說 今天主要還是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北部跟宜蘭局部 是有豪雨的情況發生 但是明天一直到禮拜五的清晨 將會是這一波降雨 最為明顯以及最為劇烈的時候 包括了在整個大台北 以及宜蘭還有花蓮 不排除都會出現豪雨 甚至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這一點要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到了禮拜五 禮拜五開始 隨著這整個東北季風 逐漸的減弱 共犯效應就不會這麼的明顯 但是颱風的環流雲系 還是持續的移入影響 所以包括了像是在宜蘭還有花蓮 還是都是會有局部好雨的情況發生 禮拜六隨著颱風逐步走遠 到時候這個環境場 就會轉為是東南風的形態 也因此包括花蓮台東 還是會有局部大雨的情況 要提醒大家接下來幾天 其實包括像是在北部 跟東半部地區 天氣狀況看起來 雨都會來得比較多 一定要提前的 來做好防範的準備 以上 這裡的最新